广州南部 每周两次 人们要大面积喷洒化学制剂来消灭蚊子 这是2014年 广州大规模爆发登革热的后遗症 广州省登革热报告病例数达到了7497 登革热是完美传染病 临床的表现高热头痛肌肉剧烈的酸痛 重症患者的可能死亡 蚊子是人类的头号杀手 每年全球有3.5亿人感染蚊子传播的疾病 每770人中就有一人因此丧命 登革热就是一种典型的魂媒病 此文西是人血 因此传播疾病 西志勇的实验室里 饲养着上千万只蚊子 白蚊一蚊是他的研究重点 登革病毒通过这种蚊子传播 由于没有特效药和疫苗 控制登革疫情主要靠灭蚊 化学杀虫剂是最直接的灭蚊武器 但它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 一段时间后 白蚊一蚊也进化出了抗药性 似乎什么都无法阻止这种 杀人活武器的扩张 而西志勇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思路 能否给蚊子打疫苗 不让登革病毒进入蚊子体内呢 如果可以 这样的疫苗又会是什么呢 在自然中 超过70%的昆虫身上 都天然携带着一种共生细菌 沃尔巴克氏菌 大多数时候 它们与自己寄生的主人互利共生 但如果将这种细菌 转染到蚊子体内 它就能阻断 登革病毒的复制 就是生物它本身有好多 自然的那个系统 在完成它做的很多合理的事情 其实这些事情 就可以为我们人类的很多创新来服务的 但这还不是西志勇 发现的全部秘密 感染上沃尔巴克氏菌的雄性白纹衣纹 与野生雌纹交配后 产下的虫卵不能孵化 雌纹一生可以多次产卵 如果雄纹改造后与它们交配 以此就能减少200到300只蚊子出生 这将大大提高灭蚊的效率 讲到这个东西 人家觉得你开玩笑吗 到中国来放蚊子 但是为什么这样不行呢 你不就是要让蚊子减少吗 你既然通过这样的方法能达到 为什么它不能是个杀虫菌呢 17年前 西志勇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时 就试图建立文字 与沃尔巴克氏菌的共生关系 但这种操作 一直只存在于理论中 几十年来无人实现 西志勇的实验 也不断被叫停 博士指导委员会的那个教授都说 你发再多的努力 什么都没有的 他们告诉我 你科学是原的 你这个这样做下去 你走向死路了 然而西志勇坚信 已找到破局的关键 在近乎一年的时间里 他耐心地打磨着一根 比头发丝还细的实验针 他要用这根针来改造长和宽 都不足一毫米的温暖 很多时候 我们大可将生命科学的研究者 探成艺术工匠 在显微镜下 西志勇要从别的温暖中 吸取出乌尔巴克氏菌 然后注射到目标温暖中 实验室的温度 重满的前期处理 注射的时间与部位 都需要精心计算 任何细微的误差 都会导致失败 比如 纹卵损坏 或者针尖折断 折损上万根针 注射了十万个纹卵 一只带有 沃尔巴克氏菌的蚊子 终于诞生了 它是由人类建立的生命关系 因为从来没有人跳到这个平台上来 你是第一个跳上来的 跳上来以后 有无数的机会你可以做 现在 西智庸的实验室里 孕育着全球最大的蚊子工厂 这里拥有世界瞩目的胚胎注射技术 并大批量生产着携带 沃尔巴克氏菌的蚊子 它们的归宿 是五十公里外的沙载岛 整个沙载岛 共三平方公里 每周 岛上要被投放两千万只雄蚊 试验进行了两年 现在 这里的蚊子总量 仅为相邻区域 蚊子总量的十分之一 远远低于 登革的传播的标准 像这种树林底下 你一跑去的话 它早就扑过来 但是你现在 你不会感觉到 有蚊子扑过来来盯你 前不久 世界卫生组织向全球 发布了这项技术 卫生或在登革流行区的 三十九亿人 输送了全新的疫病防治方案 而这些诞生于中国广州的蚊子 也将飞往更大的天地